去年民主派初選案被控全謀顛覆國家政權的立法會前議員陳志全 在高等法院批准保釋 剛剛大約6時半,陳志全由法院行出 坐朋友的私家車離開 《國安法》指定法官杜麗兵聽完雙方陳詞之後 說有充足理由相信陳志全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批准20萬元現金擔保和30萬人士擔保 每個星期去到北角警署報道四遲